谢谢这位记载朋友的提问 精准扶贫是三大攻坚战的重要内容之一 2017年中央财政安排的财政扶贫专项资金达到861亿元 今年我们准备安排的建议是1061亿元 这也是连续三年每年增加200亿元 如果加上用在教育 医疗 卫生 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扶贫投入 这个数目更大 总体来说 随着我们监管力度的加大 同时为了保证一些深度贫困地区能够同步脱贫 财政部也从多方面来筹集资金 我们已经筹集到的资金是2018年到2020年 对深度贫困地区这个扶贫资金 2140亿元 其中用于三区三州的1050亿元 那么我们2017年财政部组织对28个省 874个县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进行了读出检查 那么共追回了虚胞贫利和罗用己赞的资金7.3亿元 对450人进行了问责 那么对其中15个典型案例进行了曝光 对这个问题我们主要想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 一方面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制度 首先堵失制度上和管理上的漏洞 第二就是要继续加大查处力度 我们决定从今年到2021年起 到2021年每一年我们都将把扶贫专项资金 作为检查的重点 谢谢请继续提问